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家国记忆之青春蒙难》 今天我接着给大家讲文革抄家的惊险故事 再说说和我同届三班的方卫平同学 最近也和我讲述了一段相关情节 我和唐燕南在文革前并无来往 青浦下乡劳动结束后 他约我和另一同学同去北京串联 文革中我们才一直在一起 他外公是宋哲元 父亲是黄浦军校的 1966年54中三红去他家毁灭性抄家数次 热水瓶 碗 碑 盆都砸了 毛线衣 衣服都被剪子搅了 缝纫机 家具也被砸了 劈了 当时他父母都被隔离审查 姐弟三人一到天黑就恐慌 先后三次逃到我家住 每次都有一个多月 我父母祖父都很同情他们姐弟仨的遭遇 我祖父认为自己是三代红 不怕红卫兵来胡闹 事后还是有人因此事找到我爸单位 揭发两家大人的反革命串联 估计是李大祈他们去的 青年朋友们 也许不知道宋哲元是何许人也 但你一定知道抗日神剧中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这首唱遍中华大帝 威武雄壮的歌 《长城抗战》1933年揭开了序幕 国军宋哲元将军的29军武器装备极为简陋 宋将军命将人为每个士兵打造一把锋利的大刀 抗日名将张自忠当时在他麾下任38师师长 3月9日 松将军 张师长集中了四个团的兵力 500名大刀队的壮士叶齐敌营 11日再次出击 一共砍死砍伤日军3000多人 此战役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 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振奋了为生存奋斗的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1935年之后 宋哲元担任了贫金卫属司令兼北京市长 继察政务委员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日军将炮口对准了晚平城和卢沟桥 宋哲元司令下令坚决抗击日寇 喊出宁为战死鬼 不做亡国奴 奋斗牺牲 嗜血国耻的誓言 29军将士同仇敌忾 用鲜血谱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灿烂的第一篇章 就连毛泽东甚至当时还写信赞扬他 但毛后来发动文革 宋将军陵墓都遭受到破坏 当地民众敬仰抗日将军 为不让英烈一体受凌辱 悄悄转移了宋将军的棺木 暗藏于崖洞 一直保存了十年之久 直到1979年的3月 后人将先烈陵墓重修 才归于后葬 到1981年6月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 定宋哲元为抗日爱国降临 当年文革躲避于方卫平家的唐雁南大帝唐德良 当时已经是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方面的著名教授 受到中共邀请从美国专程回国 参加抗战70周年胜利纪念观礼 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没怎么抗战的共军 时过境迁 今日回归的风光也绝不能弥补当年英烈后代 不该承受的欺凌与非礼 稍有血腥的后人 也绝不会忘记不堪回首的磨难往事 没过几天 还是这帮红卫兵 也想到我家来露一手 仍然是周宝成带队 一行几十个平时和睦相处的男女同学 加上其他班级的三红成员 估计有百来号人 从18号前门一直到马路上 弄堂里熙熙攘攘站满了人 我母亲平时勤俭持家 勿尽所用 节约客级早已经习惯了 文革中衣食住行 都要平票 如果看到这帮没爹娘管教的人 这样毁灭性破坏浪费 他一定会发急 如果争执起来 难免会被批斗 如果有人打骂我含辛茹苦的母亲 我是坚决不能容忍的 不想看到这一幕发生的唯一办法 就是不让这帮人进屋 我孤身一人 站在拱行门口 似有大将军横刀立马之威 一人当官 万夫莫开之气势 总之 我不能眼看生我养我的母亲受辱 我从小看恶事都是横眉冷队的 当时我真的已经做好自我牺牲的准备 势可杀 不可辱 虽然我也很紧张 手也微微发抖 但还是胡死不倒微 我两眼一个个巡视着曾经熟悉的身影 这几个是我帮他们补功课的周宝成 郑红卫 他文革时候改的名 长宝永明 那几个是我教他们打排球 一起打篮球 练双杠的高红发 罗世安 丁八不是我教他写美术寺出黑板报的小沙胚吗 随着我眼睛扫道之处 他们有的低下了高昂的头 有的把脸转开 目光避开 不敢正视我 不知是我一脸正气 两眼怒火 还是昔日击善 余威未尽 看到此情此景 我灵机一动 对着领队的周宝成轻声地说道 平时阿拉一道做空客 一道打球 关系无措 今朝我落难了 能看着办好了 接着 我又稍微大声地讲道 根据北京西城纠察队第四号通令条款 及一个单位组织去超过一家超家 应该由这单位的红卫兵组织负责到底 我接着说 我爷单位来超过家了 应该由伊拉单位红卫兵负责到底 结果 他和几个红卫兵骨干商量了一下 就灰溜溜地撤了 在当时这可算是奇迹中的传奇了 就这样 我兵不血刃 无战而屈人之兵 几十年以来 每每想到这档事我都还是自鸣得意 自诩为上乘之师 但有时多想想也会有点后怕的 如果我平时不肯帮人 人缘欠家的话 只要有一个人喊一句 狗崽子抗拒红卫兵革命行动 打这资产阶级孝子先孙 轻刻之间 我就会被打得鼻青脸肿 不像个人样 而且 当时像这种状况即使被打死 打伤都没人敢同情 左邻右舍都自顾不暇呀 也没有人敢出头来帮的 还好 没有如果 我和我家又逃过了一劫 此事还没完 我借钟馗打小鬼 必然使有些人不爽 事后红卫兵们策划批斗我 说是狗崽子抗拒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可是商量来商量去 又抓不到我任何反动的把柄 最后 还是红卫兵头头李战生说了一句 待运动后期再处理吧 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在文革中第二次差点被批斗 是在郑红卫 他原名叫郑书红 组织批判沈恩光之前专程找我谈话 要我揭发沈的三反言行 郑还来了一番政策攻心 说你的事还没完 我随时可以组织人批斗你 你要将功赎罪揭发沈恩光 就看你表现了 我回答郑 你们既然已经定他为三反学生了 都有证据了 还要我提供什么证据啊 沈恩光在和我的接触中 我没听他讲过什么三反言论 我总不能编造点出来吗 至于我们一向关系不错 一起和你做作业 实际是我在帮交他 你是班里出身好的学毛玄 先进 我是学校里出身不好的典型 这是我的前台词 以他的智商应该听不懂 意思是 我是教你做功课的 你别来教我怎么做人处事 就这样 我用逻辑推理 硬扛软顶的言语封住了郑红卫的嘴 我最危险的一次差点被批斗 记得是在文革初的停课闹革命时期 那是在大跳中字舞 语录舞的日子里 不知道是哪个舔局狂编了一套毛语录操 郑红卫刚刚夺了团支部班委的拳 臭劲十足地做起了班级领导 他命令每个同学都要去做语录操 我起先也去试了试 听了音乐好肉麻 全身晦起鸡皮疙瘩的 就不愿课间再去做语录操了 还随口和同学们讲了一句 语录操 庸俗话 也不知道是哪个想邀功的二五仔向红色基因报告了 那天全班同学都去做操了 只有我独自一人留在教室里 胡雀同急冲冲地跑上来和我说 这次能偷脱了 能闯祸了 能死定了 郑红叔在组织人要批斗能现行反革命了 这次能苦辣 就在郑红为紧锣密鼓筹划要批斗我之际 我急人天象 化险为夷了 什么原因呢 北京传来了中共总理周恩来的讲话 用伟大领袖语言语录编成了广播操 是庸俗话 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尊重 党国总理的看法 竟然和我这小平民的言论如出一辙 哈哈 我又逃过了一次大劫难 好了 今天先讲到这 谢谢您能订阅 点赞 分享我们的频道给朋友 咱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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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